巨人最终戏,战锤巨人继承者登场。你能猜出他的身份吗?不知大家还记得近期的巨人最终戏封面出现的战锤巨人吗?这只巨人将会和调查兵团的人战斗。 而如今在动画第四集,战锤巨人的继承者登场了。不知你们有没有猜对他的身份?不想猜的也没关系。老白会在下文给出答案。如果不想提前知道的话,那就别往下看了。 戴巴家族,看了第四集后,相信大家应该清楚马来帝国状况。明面上看似马来人统治马来帝国。而实际上马来帝国的掌权人却是戴巴家族。而这一集也围绕戴巴家族组长威利的登场展开。 他会建了各国首脑。并且还会揭开埃尔迪亚人历史。在下一集咱们可以从威利口中了解到埃尔迪亚人的历史。以及马来帝国是如何建立的。 还有墙内之王和不战之约的是,战锤巨人继承者是谁?在威利和马加特对话的时候,也提到了战锤巨人。并且表示战锤巨人也来到了这里。 当时还给我们介绍了戴巴家族成员。其中就有战锤巨人。那么战锤巨人会被谁继承呢?是女人还是男人?并或者是小孩子呢? 看到下图这几人不知大家觉得谁有可能是战锤巨人继承者。在谈到战锤巨人继承者的时候,动画也给戴巴家族成员个人镜头。比如下图这位老人。 她坐在最中间。看样子在家族中旋力最大。应该是威利的爷爷。而这位老妇人可能是威利的奶奶。看她一直坐在那里沉默不语。再加上战锤巨人全身都是白色。 一开始老白以为她可能是战锤巨人继承者。而下面这两位应该是威利的母亲和儿子了。那么她俩有没有可能是战锤巨人呢?一般来讲战锤巨人继承者是威利最亲近的人。 惊人便是最好的选择。而下面是两个孩子一个女仆。这孩子头发是黑色的。莫非也是威利的孩子不成?老白怀疑威利可能不止一个老婆。 而这位女仆既然给了镜头。那她也有可能是战锤巨人继承者。最后一位则是金发女人和一位小女孩。看样子她极有可能是威利的妻子。但是从这群黑发小孩来讲感觉又不像。 那么她会不会是战锤巨人巨人继承者?战锤巨人的身份。 看了上面这几位登场人物。不知大家会认为谁是战锤巨人继承者?接下来就给大家说出答案。那便是女仆。得知答案后不知你们有没有猜对?其实从战锤巨人拿的锤子。咱们可以联想到女仆拿的扫把。不知你们在看的时候有没有往这方面想?老白也是在看了漫画后才知道答案的。 那么这位女仆是什么身份?为何能成为战锤巨人继承者?其实她是威利的妹妹。或许为了隐藏继承者身份。因此一直卫装成女仆。 在接下来剧情里。咱们可以看到女仆登场。到时她会变成战锤巨人与艾伦进行战斗。而艾伦进击的巨人脑袋被战锤一下子打没了。 这女仆战力看起来还是蛮强的。另外在最终纪封面上也有战锤巨人与调查兵团对峙的画面。 而在女仆变成战锤巨人后。调查兵团的人也会登场。 三力和兵党都会攻击战锤巨人。具体的等开播再给大家细说。关于战锤巨人的身份就给大家说到这里。因为看到一些网友很想知道。故此提前给大家透露下。不知在看动画的时候。你们有没有猜中呢?